网络也有影片挡的 人家那个好像照片 然后那个字就变成可以复制贴上的 然后用那个大声朗读 手机程式APP在Google Play搜寻大声朗读 就可以这样把那个文字朗读出来 也可以把那个播放键三角形那边按 按久一点就产生个红电就是录影键了 可以把它录成声音呢 然后那个电脑制作的时候就可以配音了 就可以制作有声音的影片了 星雲大师的 胡光山的开山中主星雲大师 大陆来台湾的 你怎么能够起来 你怎么会这样的